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毛泽东所领导的工农红军 是那些没文化的战士们 浴血牺牲的那个战争 当然这里面很多支持分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不是靠什么情怀 而是靠政治信念 靠解放天下为己任的政治觉悟 靠除了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之外 没有任何个人私利可以谋求的 共产党的基本主张和信念 不是靠什么情怀 没有毛泽东的长征 长征是不可想象的 长征首先是毛泽东的长征 没有毛泽东 长征早都中断了 我和外国朋友讨论这个问题 我说你们想过没有 假如没有毛泽东 长征会怎么样 大家的一致看法是 没有毛泽东 长征呢 走不了多远 我又问他们 如果张国焘变成了红军的一把手 没有毛泽东会怎么样 有一个小老外居然说出来 说张国焘赢的话 他会变成一个军阀 张国焘输的话 他有可能会被蒋介石招安 有人可能会觉得 哎呦 司马南你这么说 你太贬低张国焘了吧 哎 你还别那么说 我一点没贬低他 毛泽东领导中国共同红军 到了吴启镇 延安成了全国革命的大本营 张国焘犯了那样滔天的罪行 中央给了他边区政府副主席的职务 知道张国焘干嘛去了吗 假借去祭奠皇帝陵 张国焘居然就跑到 国民党那边去 干嘛了 当了代理手下的一个特务 专门给那些代理手下的高级特务讲 怎么对付共产党 你说一个人堕落 一个人无耻 一个人没有底下 还能到这样的地步 如此说来 我说张国焘 有可能呢 被政府招安 我看呢 张国焘后来走特务这条路 比被招安还可耻 一个人的内心里 有这样被招安 当特务的内心的这种的底牌 这和毛泽东解放天下为己任的 这样的大英雄 那是燕雀和红胡之差异 所以 红军长征是毛泽东的长征 没有毛泽东 红军长征这样伟大的人类史诗 是不可能在地球上写下来的 我喜欢的一个作家叫魏威 他写过最可爱的人 他后来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 描写红军长征的历史 那个小说就叫地球上的红飘带 地球很大 但是两万五千里 无论如何在地球上会留下一个痕迹 红一方明星走过十一个省在地球上 刻下了自己的足迹 那是地球上的红飘带 那个红飘带很鲜艳 在天空中舞动 像彩虹 像烈烈招展的 非常长的一个红旗 那颜色是红军烈士的鲜血所染成的 但是 我们今天很多人 已经不太记得这一点了 我坦率地说 我们做这一路的节目 每天做直播 四马白话 每天都要录制节目 但是有些人呢 麻木有些人不以为然 有些人说 你说你说八十年前的事 当今的人怎么感兴趣呢 当今的人关心哪个男演员的老婆 跟谁睡觉 关心跟那个睡觉 在宾馆睡 开房睡 还是到家里睡 跑车到底归谁 孩子长得像谁 这才是当今的人关心的 是 有人这样关心 但是这样关心 关心这样的事情 有多大的意思呢 我录节目 这小帅哥在这 比方说假如你就是一个著名的 著名的小明星 小帅哥 对不对 这小帅哥 此前跟谁谈过女朋友 后来又跟谁掰了 有没有私生子 你别生气啊 这点事有多大意思啊 但是我们的媒体充斥着这样的宣传 但是八十年前的那样壮烈牺牲 那些赶天动地 惊天地 弃鬼神的故事 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 有人说的对 是 历史太久远了 八十年了 对不对 八十年就不感兴趣了 那皇上后宫的女人都死了好几百年了 她们互相之间斗法的事 你们怎么还看那么仔细 通宵达旦呢 据说有一个女观众 居然连续看后宫的女人斗法 看了几天 把眼睛看着 眼睛看爆了 眼睛看不见了 叫什么呀 临床叫爆芒 为什么 太感兴趣 皇上后宫那些女人争来斗去的 那多少年的事了 好几百年的事了吧 好几百年的事 你们怎么那么感兴趣啊 红军刚刚到达陕北 红军长征胜利才八十年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对高尚的那种情操 伟大的英雄 没有印象 没有追求 那其实本质上是自己自甘堕落 但是也有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习近平主席说 不忘初心嘛 对吧 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嘛 于是有人就搞行事主义 干嘛呢 盖房子 开大会 搞行事 花钱 借这个机会做文章 文章当然是要做的 但文章如果不走心 表演 如果呢 这种表现呢 完全流于表演 那有多大意思呢 所以长征这疫情走下来 这一个多月 走了这十一个省 建了这么多红军的旧址 听了那么多的故事 我觉得 就战胜自然环境之恶劣来说 我们以往所有的作品反应的都不够 过雪山那山是怎么样一个艰险 草地 很多人认为草地是平地 草地是平地 但那是海拔四千米三千多米的平地 空气稀薄 很多人都不知道 过草地人会冻死 因为草地它局部气候非常恶劣 这天一会儿下冰雹 一会儿大晴天 一会儿阴天 一会儿暴雨 一会儿彩虹 我们两个小时里面居然能经历 几乎所有的那种极端的天下 红军啊 进入草地的时候 没有粮食 要准备15天的粮食 但当地没有粮食 他只带了两天的粮食 而且全部都是青稀 肚子里没东西 长征出来就一两件衣服 那么冷的天 红军动恶而亡 一万多人 在没有战斗的情况下 一万多人没走出草地 王平的回忆录里面讲 他眼看着七八百战士 你靠着我 我靠着你 坐在那个地方 所有的人都没有了生命 非战斗的情况下 几百人同时牺牲 草地有多艰难 艰难到什么样的程度 你们能够想象吗 红军长征 党内的斗争 就内部的摩擦 很多时候 包括我们很多人 在自己一个单位工作 都会知道 外边的所有的困难 都能克服 但单位这事 没法弄 斗争激烈 毛主席的敌人 开始是 以伯古和李德为代表的 教条主义 那帮人就胡来 毛主席什么人 毛主席42岁那年 开始长征 他创立的 中央根据地 根据地 比今天的宁夏自治区还大 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 好家伙 从中央 从上海中央 从莫斯科 就派了一帮 二十多岁年轻人 派了一个洋人 到这以后 毛主席靠边站 没工作是你的 他们就指挥红军 指挥红军就指挥吧 他们请了一个德国人 量着地图作战 结果没两年功夫 中央苏区没有了 三十万红军 差不多快消耗光了 洪军长征 为什么会发生 就是因为这帮人 这帮败家子 这帮书呆子 这帮代表共产国际 代表马列柱 百分之百 布尔舒维克 代表离世中央的 这个所谓三个代表的 这帮人到这胡搞 毛主席在长征途中开始 做议会之前 是和这些 伯古里德所代表的 这些教条主义做斗争 自一会之后 尤其是冒功会世之后 又开始和张国焘 这个凶恶的力量更强大的 同样是从莫斯科回来的 这个教条主义 宗派主义 右倾机会主义 军发作风的 这样一个 对手做斗争 直到今天我们所站的 这个位置叫吴启镇 中央红军到达这个地方的时候 实际上和张国焘的斗争 并没有结束 1936年的10月 中央红军到这 一年之后张国焘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 才来到了陕北 才有了惠宁的回事 所以古人说 祸起萧强 古人说 蝼蚁之血 这个长江之堤 万里长堤 毁于乙穴 道理就在这 所以内部的摩擦和斗争 可能呢 要比那敌人的枪口炮口 比敌人的飞机大炮 带来的威胁更大 好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司法白话长征两万五千里 今天我们在惠宁 我们在呢 志丹陵远 就是毛主席率领 红一方面军 到达那陕北落脚的这个地方 为您做的节目 我们就先说到这 长征两万五千里特别节目 我们继续前进 长征两万五千里特别节目 现在呢 我们来到了宝塔山下 宝塔山在中国革命当中的重要的意义 特别是象征性的意义 非常巨大 可以说来一安的人 如果不到宝塔山来 就等于没有来过延安 想到延安的革命精神 想到毛主席在延安的岁月 想到陕北 作为革命根基地 作为全国革命的指挥中枢 那宝塔山的极具象征意义 所以著名的诗人 藏客家的那首 《寄回回梦里回延安》 双手搂定宝塔山 这种滚烫的 说的让人眼泪发烧 热力盈眶的诗句 表达的是无数热爱红色文化 热爱毛主席的人们的共同的感情 今天我们来到宝塔山 一个意外的情况 你想不到 我们没上去 为什么没上去啊 上不去 为什么上不去 买张门票不就上去了吗 是 买张门票41块钱就上去了 但是我们要做节目 我们大队人马上不去 因为太多人了 太挤了 纪念红军长城胜利80周年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宝塔山的这个情景啊 那简直可以用热力来形容 可以用嘻嘻嚷嚷来形容 可以用络绎不绝来形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直播没有办法进行了 我呀 是21年之后再来演 那次来的时候我就觉得 这宝塔山怎么跟想象不一样啊 这个塔怎么那么小啊 怎么那么矮呀 没有想象中那么恢弘 还有现在呀 看来更矮更小了 因为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呀 整个这山呢 海拔1000多 东南角是吧 嘉丽京边上这个宝塔山 塔高才40多 因此这个塔呀 就跟北京的白塔一样 在北海周围盖了很多大楼的时候 白塔就显得越来越小 那宝塔山 山也显得小了 是塔也显得小了 那是因为整个城市呢 立体起来了 形势发生了变化了 这一次来 我更是觉得 现在我们在这做节目 我在底下看到的 这个山体的这种 这种威额啊 这么近 反倒看得更清楚一些 比方说这个地方 这就是宝塔山下的岩石 岩石这边呢 人们把毛主席的一句话放到这儿 发扬革命传统 争取更大光荣 这毛主席首书的 毛主席的字啊 非常特别 有一种特别的劲头 它不像是纯粹技术派的 书家写的那样 也不像是很多人呢 没有功夫 假装有功夫啊 在那卖弄的那样 毛主席的这个书法作品 放到这儿 我觉得倒是特别窃提 洋洋洒洒 雍容华贵 华贵不准确 叫雍容 自有一番雍容 深深如也 现在呢 我们在宝塔山下 所看到的情形 和那刚才 我们在大门口 所看到的那种 西壤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觉得 如果到一个地方去 大家都扎堆 你没有办法呢 在最热门那条通道进去 看到你所想象的内容 那就可以考虑 找一个特别的角度 然后呢 讲一讲你此刻的感受 我现在呢 司马白花特别节目 就选择在这样一个位置 跟各位说说宝塔山 那也就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 否则的话 一会儿到那儿去 团队啊 导游啊 一车一车的人啊 哇啦哇啦的说个没完的 我们在那个地方啊 那个节目是没法录制的 重走长征路呢 我们这一行呢 要每天做一个小时的直播 那这样呢就动静比较大呀 这样就规模比较大 这种情况之下 在宝塔山看起来 这个直播是很难做下去了 所以我们准备转到 到延安革命纪念馆 那个地方相对安静一些 我们来录制完成 我们的节目 宝塔山是个普通的山 宝塔山的这个宝塔 唐朝建设 但是呢后来焚毁了 明代又重新建设 这个塔和一般我们的江南建造的塔 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可是为什么 当年叫八十年前那时候 全国的那些呢 有理想的要救国救民族的青年 他们都聚集到宝塔山下来 宝塔山下又如何 把那样一群人 塑造成了无坚不摧的 中间力量骨干力量 而后呢开服到全国战场上去 十几年的时间 就让中国改变了面貌 我觉得这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问题 我们需要扣问下去 要一代一代的问下去 还有一个很多人 没有想到 毛主席在延安待了将近十年 十一年 毛主席在这个地方呢 指挥八路军新死军 后来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 然后呢拿了天下 毛主席后来为什么不到延安来呀 毛主席后来没有回过延安 遵义的人说了 毛主席没回过延安 遵义会议确立了 毛主席的领导地位 但是毛主席也没回过尊义 为什么会这样 有一种深刻的文化的解释 有人说如果毛主席对 曾经成就过自己的那些地方 给予特别的偏爱的话 爱当然是爱的 特别的偏爱的话 那就不是毛主席了 因为墨家讲兼爱 同等的诗语天下 那才是领袖 当然这种解释也是文人的解释了 因为墨家讲兼爱嘛 孔子讲仁爱 我倒是觉得 这个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毛主席还是建国之后太忙太忙了 毛主席还想骑着马走黄河呢 做不到 毛主席还说要到美国墨西西比 密西西比去游泳呢 也没做到 毛主席一生想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但是他最核心的问题是 心系着老百姓 心系着天下那些穷人 怎么改变中国的面貌 从延安开始 毛主席考虑中国的事情 考虑到打背周边的 包括胡宗南在内的 那些围剿的反动军队的事情 包括筹款子的事情 扩红的事情 所有的事情 都和整个解放天下为己任的 胸怀大格局连事起来 如果不是这样 那就不是毛泽东了 所以毛主席想的事情太多 毛主席要做的事情太多 天下风云呢 变幻无穷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毛主席要满足 长征路上经过的 每一个地方 老百姓的愿望 专门到这个地方来 专门到那个地方去 是吧 那实时上是很难做到的 所以当然了 作为一个历史执迷 也可以考虑研究 有人说 毛主席是因为 这个地方呢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毛主席没有来 那每个人都可以 根据自己的理解 来解读毛泽东 毛泽东呢 受到各种各样的人的 不停的解读 并且要永远解读下去 恰恰说明 毛主席活在当下 恰恰说明 中国的所有的问题 都绕不开毛泽东 延安宝塔山下诞生了 那么多中华民族 优秀的儿女 所以当时抗日军政大学的孝哥说 在沿河之宾 寄居着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这些子孙后来成为共和国的重量 共和国经过这么多年的成长 现在变成了今天的这样一个样子 伟大的成就自不必代言 但是知道今天 有些令人扼腕的腐败现象 也让人民群众痛恨 所以我们这次领导说 要好好理解 学习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 红军精神 长征精神 精神是很多了 但是确实实实 很多人就没精神了 没精神剩下什么呢 我们眼看着有些人没有精神了 就萎靡了 萎顿了 退缩了 腐败了 堕落了 那怎么样才能让人精神起来呢 不忘初心 是一条 仅仅把宝塔山这个地方 作为旅游区来看一看 不是不好 但那是不够的 司马白话 长征两万五千里 我们继续前进 亲爱的观众朋友 司马白话 长征两万五千里 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 快要到尾声了 因为一路我们说了很多地方 从玉都出发的地方 在红军长征途中 很多重点的地方 我们都浓墨重彩的加以解说 我是从自己个人的体验角度 从个人观察的角度 从个人的联想和产发的角度 就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 它是怎么回事 哪些人和事 什么故事感人 历史的就指现在什么样 以及和现在发展之间的一些联系等等 我说的不好 有很多瑕疵 很多纰漏 但是有一条可以肯定 那便是所感所想 都是发乎真心 现在我站的这个位置 是个乘凉的位置 这是延安最大的纪念馆 叫延安革命纪念馆 在一进门 这一个几个大的立珠后边 相对来说 有一点阴凉的地方讲话 镜头看看这边 这写的是延安革命纪念馆 这是作为中央国家机关的教育基地 全国铁路关延安教育基地 还有武警总队 方方面面都是教育基地 这个纪念馆在沿途我们所看到的 所有和红军长征有关的纪念馆里边 是规模建制比较大的 体量也是比较大的 广场上的雕塑 以及里边展出的内容 还有很多的文物 那都是真的不是复制品 所以我们来到这个纪念馆 我们的感受和以往看的纪念馆不一样 有纪念不一样 第一这是红军到达陕北之后 又解放全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一个出发点和落脚点综合的一个纪念馆 所以在长征到吴启镇 然后再到惠宁惠师 再到延安 等于说是这个完满的句号 然后又开始信得征程之后的 一个乘上起下的这么一个纪念馆 第二在沿途我们所遇到的 一个一个的纪念馆 一个一个的世界那都是一个连接的节点 而我们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是一个句号 是一个继续长征开始的一个中间的暂时的休止服 第三我们在这里边看到的不仅有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 到达陕北到达吴启镇的那样的一些内容 还主要是关于陕北作为全国 中国革命的核心作为革命的胜地指导全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毛主席在这个地方把陕甘宁边区作为共和国的一个出行 方方面面开始建设的那样丰富的内容 还有一点不同 那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所看到的不是简单的军事斗争了 不是简单的作战了 而是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法制妇女合作社 编区建设根据地建设等等等等 一个综合的多方面的内容的一个共和国的实验性的蓝本 所以在这个纪念馆内容相当丰富 分作三个单元非常多的食物 我在里边因为要直播 所以我们又没有办法拍照 也没有办法做很多的记录 而四把白话节目我们现在只能通过我们那些素材 让大家看到我所讲的内容和那些内容的一一相对应